当孩子出现说谎、大眼瞻人、发脾气等怪异行为时,这三个字笔则骂力规矩更重要。 妈妈是超人三里的一幕引发热议。 布布却起身将妹妹拨妞一把推倒在地,当时贾静雯立刻严肃起来,追问布布为什么要推倒妹妹时,布布的回答是,我想抱抱她。 就这样,一个突然的举动,一个怪异的回答,让这个三岁的小姑娘一下子置身于论漩涡中。 我觉得,或许只有真正当了妈,才能明白布布为什么会有这个莫名的举动。 讲真,自从我当妈以后,确实发现孩子身上有很多莫名其妙,又突如其来的小举动,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 怪异行为一,玩住玩住,嗨住嗨住就沉默了。 这个问题,我在刚生完弟弟不久后,从哥哥身上发现过。 明明玩得很开心,突然就沉默了,不说话了。 不仅是我,很多二胎妈妈都表示遇到过这个情况。 正陪大娃在客厅玩住游戏,小宝突然醒了哭闹,作为妈妈下意识就会腾空而起,丢下兴致正浓的大娃一脸猛逼。 当哄睡了,小宝再满脸对笑地回到客厅,发现大娃已经不再搭理自己。 怪异行为二,无休无止地打。 饶。 你。 同样带娃参加妈妈是超人三的黄胜一,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,儿子安迪总是时不时地答让妈妈一下,一会让妈妈看这个,一会让妈妈看那个。 不管妈妈是在做饭,化妆,换衣服,她总是跟在妈妈后面,不停地地打搅住妈妈。 怪异行为三,又是没事求报告。 怪异行为四,动不动就上手抢别人东西。 除此之外,甚至还有很多,孩子这些怪异行为分分钟有让爹妈抱走的节奏。 其实,孩子的任何奇怪小举动,都不是无缘无故的。 从降生后开始,孩子对于爱就呈现出极度渴求的状态。 所以,父母的任何一个忽略性的动作和反应,都容易给他们造成一种假象,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。 就像我说的那样,如果大宝正兴致勃勃地和你玩住游戏,你却因为小宝的哭声而离他而去,那么在他心里,很有可能就已经下了错误的定论。 原来,弟弟比我重要。 没办法,孩子有时候特别的敏感。 就像文章一开始步步推到妹妹的事情,我个人觉得,步步只是单纯地吃妹妹的醋了而已。 他是觉得妈妈过于关注妹妹,忽略了自己。 从最后,步步一头砸进妈妈怀里就能看出,他和波妞一样,同样渴望妈妈的怀抱。 作为一个三岁的孩子,他做不到把小敏感,小情绪全都掩藏起来。 至于为什么要抱抱,为什么抢东西,为什么总打脚,那是因为孩子安全感,自信心和关注度出现缺失。 他们需要通过一些动作来发泄情绪,表达不满,寻求安慰。 科学证明,经常被亲吻,拥抱,被赞扬,被关注的孩子,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培养自信心,建立开朗人格。 所以,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,我爱你胜过一切。 很多妈妈可能都知道,零至三岁,是孩子运动和感知的敏感时期,所以,任何怪异行为的出现,都是他们内心对父母,对外界需求的一个回馈点。 所以,作为父母,我们也许不能做到面面俱到,百般呵护,但孩子成长过程中,如何正确满足他们对安全感的小需求,作为父母,一定要知道。 一,首先零至六个月,尽量做到无条件接纳,第一时间反应,并用抚摸和亲吻向宝宝传达安全感。 另外,告诉妞儿们一个小秘密,给零至六个月宝宝为奶时,一定要温柔地注视住她,不要左顾右盼,哪怕孩子闭住眼睛,这一点很重要,可以为以后培养孩子专注力打下良好的基础。 二,其次六个月,以鼓励为主,让孩子多去尝试接触新事物。 这个时期的宝宝开始有一些目的性的动作出现,比如不熟练的爬行,时不时的假哭。 这时,宝宝的学习能力,探索能力正在开展。 作为父母,需要做的,就是鼓励和帮助,虽然不用第一时间出现保护他,但是也要让孩子知道,他有需要时,你在。 三,最后一岁半复三岁。 尊重孩子的独立性,接纳和化解孩子的小脾气,学会站在孩子背后。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,已经会说话,会走路,会思考,所以很多事情,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做,但你一定要在孩子能看见的区域范围内,只要孩子不求助,你完全可以全程旁观,做个沉默的欣赏者。 孩子永远是这个世上最需要被关注的物种,他们渴望被专注的宠爱,被长久的呵护。 曾经看过日本的一部叫做《被嫌弃的松子》的一生,当时感触特别大。 松子从小就不被关注,父亲的关注点永远在生病的妹妹身上,即便父亲也同样爱住松子。 可松子不确定父亲是否爱他,为了博取父亲的关注,不惜每天扮小丑,做鬼脸,因为只有这样,他才能从父亲脸上看到奢望的微笑。 就这样,被忽略的他,终其一生,都在过一种被欺骗,被玩弄,被鄙视,被孤立,被殴打的生活。 依稀记的松子在极度绝望中的那句刺痛人心的话,生而在世,我很抱歉。 一个忠抱,一个亲吻,一个肯定,一个回应,其实都不难,难的是,我们总在无意见忽略和忘记,在繁琐与权衡如诗笔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多给孩子一点关注吧,让他知道,无论何时,你都爱他,无必坚定。